白斩鸡这样做,简单又好吃 大家好,我是刘易 今天跟大家分享于谦老师最爱吃的白斩鸡做法 鲜嫩多汁,香味浓郁 老少皆宜,下酒又下饭 关键做法特别简单 而且经济实惠,两个鸡腿就能做一大盘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鸡腿两个,清洗干净,控干水分 再来准备小料 生姜适量切成片 大葱适量切成葱段 切好放入盆中 香料非常的简单 就只需要一粒的八角和少许的白纸去形蒸香 准备好后,先来煮至鸡腿 冷水下入鸡腿 保持小火慢慢的烧开 再放入适量的料酒去形蒸香 开锅后用勺子撇去表面的浮沫不要 最后下入姜葱,八角和白纸 盖上锅盖,保持中小火,煮至15分钟 再关火焖至10分钟 用筷子一擦不冒血水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放入提前准备好的冰水中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接下来准备小料 大蒜子两颗先拍破 然后再剁成蒜泥 稍微多细一点 这样更容易出香味 炖好放入盆中 生姜适量也是先拍破 然后再剁成姜末 这样香味更容易 小葱几根清洗干净 把葱白部位切成丁 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 用来调汁的时候用 葱叶切成葱花 拌好后再放入葱花 增加香味又搭配颜色 接下来调味非常的简单 放入适量的盐 拌少了白糖火味提鲜 生抽酱油适量提味提鲜 又增加黄亮的颜色 香油适量增加香味 盛住少许 增加酸香的方位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即可 接下来把凉头的鸡肉 去掉大骨不要 然后再撕成大小均匀的块 用手撕的鸡 这样在拌制的时候 更容易入味 而且吃着口感还好 全部撕好后再倒入提前最好的料汁 用手翻拌均匀 稍微多翻拌一下 这样更容易入味 拌匀后装入盘中 最后再撒入小葱花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入味好吃的白斩鸡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